好 接下来一连串我们来关心 这是桃园市的东非沸沸逃亡了18天 然后在逃了将近40公里之后 终于是在杨梅富岗 有一处民宅里头中枪落网 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是惨死在猎枪之下 桃园市政府紧急澄清了 团队的追捕人员只有麻醉枪没有猎枪 并且有向警方报案 坦诚开枪的林姓猎人 他说是受到了新竹县政府农业处指派 好 不过呢 对于这个的指控呢 新竹县政府是再三的否认 整体的追捕事件 最后竟然是变成了枪杀废废的罗生门一案 动保人士也说真的是太离谱了吧 好 但是其实在约谈之后 这个猎人他就有特别的强调 他说呢 自己是合法的猎人 同时拿的也是合法有猎管的猎枪 现在呢 详细的细节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的厘清当中 沸沸拔腿狂奔费尽心机 一早跑进杨梅心腹车站内 没过多久又被直击 在富岗周边徘徊 躲进台铁基地 中午再被民众发现 遭到野狗追赶快步 躲进树丛 没想到这些漂沸画面 竟成了这地表最强 汪命沸沸 最后的活泼身影 农业局人员与东非沸沸 正面对峙长达三小时 最后以一枪麻醉枪 击中沸沸将嫌犯逮捕 结束逃亡 过程一度超级惊险 因为沸沸竟抛进民宅内宇 阿嬷们大眼邓小眼 被沸沸吓到狂发痘 所幸其中一名侠女阿嬷 勇敢把家门关起来 才让农业局人员逮捕嫌犯 回顾沸沸18天亡密生涯 3月10号首度在平正被发现 一度在杨梅龙潭周遭徘徊 接着突然大要进 加速奔逃到新屋杨梅 狂飙近40公里 26号现身杨梅菜园后 27号继续打转 躲进台铁基地及富岡国中民宅 被农业局现刑犯逮捕 一枪结束逃亡之旅 没想到受了伤 先送往六福春安置的沸沸 结局令人错愕 最后进伤势严重急救无效 宣告死亡 是不是枪伤会进行后续的厘清 现场所有有攜带枪支的人员 会一并到警察局做说明 从伤势研判 沸沸在围捕过程 就被猎枪打中 但桃源市府人员 只有配置麻醉枪 沸沸之死责任归属 还得厘清 毕竟18天的沸沸逃亡计 好不容易落幕 却从越狱变成命案 谁也想不到沸沸寻觅 煞沸沸苦心 最终成了汪沸行李 记者刘志展杨洁 黄玉兰桃源报道 好聊天室当中 我有看到Paul Ah Yang 她说很残忍 乃嫔有说没有危害人类 但是最后被格杀了 赵建坦有说 沸沸罪不致死 我也觉得沸沸蛸蛮可怜的 虽然其实沸沸是有点危险的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 这个东非沸沸逃了18天之后 终于是落网了 过程当中呢 有三位阿嬷神助攻 因为在这个沸沸闯进民宅的时候 阿嬷在第一时间 就把所有的门窗 全部都关闭了 堵住她的出路 最后沸沸中了一枪才落网 但是呢 这个阿嬷其实后来才知道 沸沸已经死亡了 也觉得沸沸好可怜哦 好不过现在到底是谁 把这个沸沸给枪杀的呢 猎人说她是受到了 新竹县政府的指派 但是新竹县政府再三的否认 双方是各说各话了 桃园富岡地区呢 最后是成功围捕了沸沸 但是整起事件 最后变成了废死事件 好开枪射杀沸沸沸的猎人 被甄讯的时候表示 她是被这个新竹县政府指派任务 而且当下有询问能否开枪 经过同意之后 她才开枪 不过新竹县政府则是一再的否认 表示呢 只有请猎人在新竹县待命 并没有请猎人到桃园去协助围捕 好但是我们来看到 在昨天呢 这个围捕沸沸的过程当中 有一幕倒是引发大家的批评了 因为当时桃园市的农业局人员 有进入民宅捕获沸沸 这当中有一位专委 从民宅把被麻醉的沸沸 带出来之后 就把沸沸放置在地上 好接着她直呼 帮我拍一张照片 因为我要传给我的女儿看 要求旁人协助拍照 接着她才启动后续的处理程序 这个影片曝光之后 引发众怒 好不少人直接说了 你这个就叫做 撕心裂肺 见死不救 如果我是你的女儿 我都会觉得很丢脸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感谢观看